HELLO 大家好我是薇恩 那今天要為各位轉播的是TNT對戰 由來自秘魯選手HUB 對上來自土耳其選手KASFA 那雙方是馬來對上瑪莉 那瑪莉的話在新版本裡面 多加了步兵護甲免費升級 然後瑪莉的部分是 黃金的採集效益提升 以前是黃金持續 而維持10% 現在是挖的速度by10% 那關於這個差別 會在影片的下方 備注啦 稍微補充一下 好 那這一盤主要是想要來看一下瑪莱 新版的瑪莱還沒有介紹 那舊版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超級下水道的文明 勝率也是非常的低 不過新版目前觀察起來 馬來 馬來人 勝率有提高以外 呃這個打法上面也有很大的轉變 OK那直接來看一下雙方的地形 KASFA的話 圖還算是不錯 黃金是在後置位 然後果實也在後置位 馬來的話 圖也不錯 雙方 圖也不錯 然後沒有任何的高地 馬來 因為隨著實在升級 他的護甲免費升級的情況下 也許可以打 黑塊 然後轉裝甲 那裝甲的話 一上來也是有步兵 護甲加成 每一波 剛上來的 耐克 馬來的機體 都蠻強的 好 那 你可以把他當成是打 Timing的話 就是風劍一上來 然後城堡一上來 帝王一上來 特別強 尤其是帝王一上來 我認為你給這個步兵 三防 免費升級 跟對手的差異是 非常非常大 不論你是原本打戳戳 加 比如說攻城器 也好 你帝王時代升級上來 你吃馬國 也是很舒服 那如果你是吃 工兵國的話 你出 比如說 劍勇 馬來沒有劍勇 但是有雙手劍兵 那你出雙手劍兵的話 也是第一波 護甲升級的情況下 對手也射不動你 基本上非常強 所以可以聯想到的是 原本馬來的升級時代 加速 以及免費升級護甲 可以打一波 封劍出奇 城堡出奇 帝王出奇的這個timing 好 開場介紹的有一點多 看一下這裡升級流程有沒有改變 這邊四村伐木 看起來是沒什麼改變 卡斯法這裡 直接大開尾 OK 卡斯法在斯伊利國四出了之後 跑去玩四代 然後最近 回來二代 他 以前是二代的高手之一 那我很開心他回來二代 那四代 應該多多少少也有在打 我目前 頻道沒有在做四代的情況下 我就不介紹卡斯法在四代裡面的比 比賽跟表現 那卡斯法在 幾乎一年沒有玩二代的情況下可以 維持這個天梯 兩千三兩千四 我覺得他非常厲害 好 瑪莉這裡直接大開尾 現在有很多的高手都是直接開尾 包含龍老師 Mr.Yu Mbio 很多的打法都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啊 卡斯法這裡 ok 還下均嬴 十九村20村 馬來人的話 不能太早升級 哦因為他太早升級上來 時代 升級速度有提升的情況下 他的資源是不夠的 大可這裡是20村點 充電 出一隻棒子 我先出去繞了 看一下他這裡的視野 啊 卡斯這裡是沒有繞到對手家裡 那這樣子他的棒子 第一波 可能就沒什麼用了 這也是肉馬剛剛去推這個路 呃推鴕鳥推兩隻的 一些後遺症 哦 你想要一些經濟 同時又想要看到對手家 看圖探的比較晚 我這一盤就是 我沒看到對手家在哪 哦 有時候如果你要打中 民兵壓制的時候 可能你只能推一隻鴕鳥 不然就是要賭對手家 在哪裡 然後像這邊 又咬到了 不過這裡肉馬對到的情況下 一批直接換掉了 二批的肉馬 然後這邊轉射箭場 那卡斯吧不管有沒有看到這個民兵 然後他後面挖黃金之後轉小弓 那民兵應該是沒有什麼作用了 現在的馬力人 封建時代幾乎是不打馬就開局的 哦因為一打馬就開局不會用到吃黃金的加成 哦那現在新版的馬力 所以 呃viper也是評價為S級文明嘛 那 最大的原因也是因為他這個黃金加成非常的兇猛 那你如果開局打肉馬 就相對的沒辦法用到 好 城堡時代的話也可以打非常all in的強軍士 騎士加工兵 一樣都是 黃金加成有點葡萄牙的那種概念 雙黃金兵減免 那馬力的話是 挖黃金 有加成的情況下 我想未來馬力你可以把他當成是像葡萄牙這樣子的文明 好 他是把這邊全部圍死了 看起來封建是打不出任何東西啦 他這裏是小公開局 一級木 沒有農 最近AM戰隊的成員很多都不點一級農 點城堡之後才點一級農 那就我了解 Hera好像有出一支影片有在介紹這個農 為何他現在不點 其實絕大多數也是為了要搶快跟那個農田的效益 隨著meta的眼鏡 大家可能對這個軍事以及搶時代更為著重 那 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這個是要點還是不點 過往如果你是肉馬開局的話這個一級農通常都會點 打小公的話就不一定 這個也是看情況 不過剛剛這個資訊呢是透過 Hera的直播他 有在聊這個一級農這個科技 我想他應該有做影片了 大家可以找一下或者是 我再備注一下 好 這邊進來有換到東西嗎 一只小公進來 但是 他耍這裏 他耍這裏有小公 雙方都有一級色 那民兵 不要忘記哦有這個護甲加成 相對的硬硬了一些 哦進防也有 前面這樣子還蠻搞的 哎呀 他把這邊已經是幾人挖進了 這是 想要把他當成是沙拉森嗎 瑪麗人也可以把他當成是沙拉森 也可以把他當成是葡萄牙 反正前面挖金挖起來 舒舒服服的 等一下直接買賣一波 瑪麗人 新版的話 戰術非常多 隨便玩應該都蠻強的 很多品種強力的都是圍繞在黃金嗎 然後 他這個 建造的木材又減免 也是經濟層面還蠻強的 好 看一下這一波 的經濟 看起來這一波瑪麗沒那麼好啊 哇 35村打37 瑪麗人 剛剛 這個兩隻民兵 轉 小宮 進來繞了一波 節奏不是很舒服啊 卡斯法 卡斯法這邊 封建可以挖黃金 換一下資源 等一下到城堡就不太行了 價格不太好 馬來這裡後面是挖石頭啊各位 這個流程很像博更利 挖石頭 等一下直接打寶兵 馬來人在城出是可以當主力的嗎 抓抓 抓哥是可以的嗎 等一下來看一下 到底來說打騎士國是不行的 應該是被騎士砍爛 那卡斯法這邊是打工兵的話就不好說了 這種類似像 老鷹啊 或者是 古拉姆跑得很快 雖然血量低一點 但是衝上去有包到工兵其實還 不好說 工兵逃不掉啊 而且 如果你過往是騎士國的話 你出生旅 我基本上把騎士找走就可以了 但是步兵不一樣 步兵是人海戰術 所以這是很大的差別 新版上來步兵可能還是要適應一下 你出生旅 一隻抓哥給你找走就找走 反正他後面直接淹上來 我等一下來看一下他的效果如何 哈特這邊小圍了一下後面就不圍了反正 也沒來打他 他從黑暗時代兩隻民兵追到現在也是舒服的 哈斯法把石頭也賣了哇 不過瑪麗 打強軍是蠻猛的 剛剛有說他這個是 黃金兵 減免的那種概念 可以看成是葡萄牙可以看成是沙昇 但是瑪麗這邊升級 時代有加成的情況下 先點到城堡 然後這邊 弩兵加二級射上來 瑪麗的 工兵沒有待在家裡 哈特應該有感覺到 他想抓這一波嗎 他想抓這一波嗎 哈特不敢先開TC 先壓一個寶 因為他沒抓到對手工兵走向 很怕溜進來 沒抓到 我這邊有個洞應該也還好 哈斯法也還沒上 現在剛上來而已 瑪麗人的話有可能會點彈道學 BK BK彈道學 BK在家 哈斯法整理BK在家 哈斯法也沒有看到這個藍色的工兵在家裡附近 以為可能會出現在這附近 結果 這個BK開在這裡 很怕 石頭剛剛賣掉 嗯 前面搞經濟沒有搞得很好啊 不過沒關係啊前面 那個經濟就不說抓哥出來 抓哥 承出一上來就有0加21加2 雖然還是很廢 但 哎 有彈道學 抓哥 哇有點迷耶這個 這邊工兵量不夠多 不然抓哥應該要死 直接解滅 這一波有點判斷不出 這個 抓哥的功能 哦等一下再繼續觀察 加斯法這邊工兵繼續往前壓 這邊點護衛技術 那麼這個抓哥跑速再提升的情況下很好收割啊 這個產速有點 有點快 來看一下看一下 至少啦阿拉伯已經很久沒出現這個抓到勇士了齁 那這一次出來 有幾隻 13隻 這邊工兵也沒有真的很多哎 清不掉那完蛋了 好抓哥黏上去 進來湖泊 不會吧 清不掉 抓哥 哇 卡斯法這一波不錯 哇 抓哥看起來好像還是不太行耶 城堡時代 城堡的抓抓好像不行 要等帝王 點二級攻 阿斯法這邊反倒是先開3T星 分數拉回來了 清版抓哥 城堡 好用嗎 大家 有沒有實戰玩過了 以畫面上來看的話 好像還是有點迷航耶 我等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應該 差距是最大 現在哈特直接不打工兵 轉BK想要B走位 然後直接馬來直接衝上去 然後這邊再一個TC 哈特這裡的支援的還蠻爛的 等一下看一下怎麼處理 那如果你打 抓刀的話 瑪莉有飛刀女的手 也有這格子嗎 老實說好像不太好打 馬來 快 64孫打56 現在想用這個數量去恐嚇卡斯巴是不是 卡斯巴工兵也真的沒有夠多 14隻而已 來看一下這一波 上不了的嗎 67打60經濟應該是屌營才對 可是軍事好像壓不過 不是吧 我覺得卡斯巴這一盤封建好像沒有處理好耶 我這邊農田已經非常多了 卡斯巴這裡大量挖石 想要玩飛刀女獵手 大量挖石 但是現在這個 數量有點多 卡斯巴沒有BK投石車 我哈這個高地在這有點不舒服 看一下卡斯巴怎麼手 這邊射料三片田投石車出來防守 抓抓這裡呢 點重火 二攻二防 哎 哎 好像有點快 瑪莉 哦好像有點低估的步兵哦 等一下 瑪莉這邊投石車 沒有但是用工兵直接上來秀 投石車 哇 卡斯巴這邊沒有被砸到 後兵很精彩但是這邊抓哥直接 二攻二防上來有沒有機會 吃掉工兵呢 呃好像沒 不行吃 城堡的抓抓 這個我非常確定啊你打騎士國你絕對沒辦法出馬來 步兵 那現在是卡斯巴現在工兵比較少 我這一波 哇 哇 投石車是射掉了但是抓哥直接衝上來 哇卡斯巴這個寶 好像可以啦應該可以 哇其實抓哥也被換掉蠻多的哦 哎 就哎哎 九十九十五 啊幹 死了石村 死了石村 嗯 還算是可以接受了但 真的是要看數量也馬來這裡 馬來現在一個4TC 準備點力網了 這一盤卡斯巴的經濟是完全跟不到 如果馬力跟得到馬來的經濟多那個 兩千十五的話 我感覺馬來人是 逆風 這盤卡斯巴的 這盤卡斯巴的 這盤卡斯巴的觀戰 重點 比較想要知道是他這個 城堡滿機體是吃得了工兵的嗎 看起來是 對手工兵看操作 如果對手工兵還是一樣有拉打 但是前排配一些騎士經濟好的話 馬來 抓哥 感覺是不能當主力啊 城堡 我這邊想要偷偷串進來嗎 他是把這個TC有點 很像那個一般新手會開的 在這個田的 在地中 現在馬來直接到帝王時代 衝很快哦 這個 如果你當成競技場的話也是過往馬來強的地方 他是把5TC C 不想上帝王了是吧 經濟落後很多 前置TC很大一波 呃 馬來人 可以設定戰術把阿拉伯看成是競技場 決戰在地出 我覺得可以 馬來人過往在阿拉伯也可以打地塊 打強弩兵 喔競技場的話也是 喔其實馬來人那個 地出那一波很強 只是現在步兵變強免費升級之後等一下來看一下這個步兵三房上來 直接成型哦 這個工兵 沒有化學 我覺得 感覺上是打不動 直接三三房來看一下這波 1加4 帶點這個精銳 升級只要25秒是吧 40到35秒40秒 哎 這波好像馬來人很強喔 地出王者是不是 正式宣布喔 馬來地出 步兵海直接來 這邊精銳抓哥了 封進來1加4 城堡的劍 打不痛 城堡的劍就打不痛囉 哇 哇 黑刀女類手進來 抓哥直接追著打 這邊 有跟到 我感覺這一盤是經濟量的問題 但是抓哥把他看成定技場 三公三房 精銳抓哥 加上時代升級加成 這一個馬來可以是帝王初期最強文明 之一 不要不要最強之一 如果前面防守得宜的話 他直接 經濟搞起來 寄出職業幹你一波步兵海 加工程器火炮 好像你沒辦法喔 尤其是你打工兵國的像這盤 卡斯巴這樣子 是操作的好像會被他 打爆 哦 卡斯巴這裏 點帝王 哈特這裏出弩炮 金版的弩炮目前 天梯其實私底下看了蠻多長 沒什麽人出 等一下哈特出這個弩炮是 想虐猜 重型弩炮點了 刷哥加弩炮這是什麽 新鮮組合 這一個陣容不就是格子嗎 衝上來你要死嗎 我卡斯巴還在復健啊 他這個搞經濟沒搞好啊 刷哥這邊直接淹上來 哎不行 人海戰術直接吃 哇但是這個帝王 的抓抓好像有點變態耶 哎這帝王好像有點變態耶 不行不行不行哇靠哇這個直接淹下來 哎哎哎各位看一下看一下 這一波好像有點猛哦 帝出王者 嗯這一波你們怎麽看 直接成型 你如果經濟基本功 輸對手一點 對手要玩馬來 前面你沒打到他他帝王直接出關 直接成型 哎 哎 這個沒辦法打直接爆了GG 165隻GG 哇靠 馬來人這年頭 帝王初期 你 尤其是對到公兵國 有一點可怕 啊這個爆兵的速度 加上剛剛升級只需要35秒 左右 然後免費三房 你後面有大學再接一個化學 直接速推 哎馬來人其實很強哦 城堡的話能不能當主力 我不知 我覺得HART這一盤 大家可以看到 城堡馬來我們可能還是要打防守 工兵啦 戰矛啦 稍微夾一下 稍微夾一下 可能還是不要當 主力 可是如果你 呃防守到位 像維基人 帝王成型 你直接轉馬來抓抓 好像你很很有東西哦 這個這個東西好像之後有機會 在比賽局看到有機會有機會 城堡可能強度還是不夠但是地出 這個三甲上來確實 那影響力蠻大的 哦那這僅僅是我們新版的馬來 第一次的轉播 我們可能還要再多多觀察不過已經看到他的壓制力 也看到更多的玩家選手 玩他 選到他 然後 也打出了勝利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感謝微軟改強這個馬來 好那這幾個轉播就到這裡告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幹嘛 字幕 subdivision ��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